每个人的婚姻都有秘密 我的秘密是 被背叛 被出卖 其实啊 你不如跟着我 我保证和我待你 你该不会是和周总串通好 故意把我留在那儿的吧 被怀疑 当年就不该娶这个狐狸精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 被指责 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 当年就是因为这些事 闹得满城风雨的 所有伤害过我的人 我一定加倍地困坏 您这件衣服真漂亮 是新定制的吗 都办了个多月了 妈妈 我们去楼上玩了哈 别跑 彤彤 吃点水果 邓文良天天不在家 人家苏曼照样容光焕发 原来啊 金屋藏娇 这文良啊也是心大 就放心苏曼 找这么帅一个女生 钢琴师到家里 谁说不是呢 人家和事 好多人花钱都找不到的大师 那是 所有孩子都在这儿了 你们就忍不住了吧 不是这样的 然然刚刚推倒了架子 差点砸到童童 什么推不推的呀 这小孩在一块儿 那都是开玩笑 你别在这儿小子搭做 怎么是小提搭做呢 然然这样做很危险 什么危险 我看你这关系啊 那才是真危险 朱太太 你不要恶意造谣 叶老师刚刚是救了我 今天我就替文良 来教育教育你们这段狗男女 曼姐 我是彤彤的钢琴老师 也行 瞧瞧你干的好事 朱太太被你打进医院了 你还好意思在这儿擦药 童童童童差点受伤 又不是叶老师 你天天在家什么都不干 就带个孩子都带不好 还怨到别人头上 明明是朱太太先动了手 她动手你就非得还手啊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投资 我费了多大的功夫吗 你就只知道投资 我和孩子就不重要吗 你忘了当年那件事了 要不是我 你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明天晚上我约了朱总 你好好打扮打扮 跟我去道歉 朱总 朱太太 你还有脸来呢 这次呀 是我们家这位做得不对 我们今天特意过来 给您道歉来了 小苏啊 孩子的事呢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你把我老婆打成这样 你说该怎么办呀 还不赶紧给朱太太敬酒道歉 朱太太 我给您把酒添上 你 故意的吧你 朱太太对不起 对不起 要不我赶紧送您回去换衣服吧 你照顾好朱总啊 我去送朱太太 别给我找事了 来 先把她喝了 一切好商量 江总行了吧 苏小姐 你的态度与诚意不太够啊 不如今天晚上 回去来陪我 你老公从私的事情 好商量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轻化中 其实啊 你不如跟我 我保证好好待你 真穷啊 真穷 你谁啊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啊 朱总不知道这里有监控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劝你聪明点 事情闹大了 对你可没好处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终于走到了你身边 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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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叶老师 曼姐 你身体好点了吗 我特意给你带了醒酒汤 醒酒汤 你昨天在酒店喝多了 我把你送回来了 先进来吧 叶老师 曼姐 我看你们昨天喝的那款酒 度数很低 你怎么醉得那么厉害 可能喝的时候 没太注意吧 来 这是花椒猪肚汤 既能解酒 能能养胃 你车上喝了 叶老师费心了 我去给你腾出来 好 其实啊 你不如跟我 我保证好好待 叶老师 你先帮童童上课 我出去一下 趟我回来再喝 苏玛 苏玛 我都要看看你 接下来该怎么办 也行 为什么破坏我的好事 你去哪儿了 这么晚才回来 这是药检报告 你什么意思 朱总给我下药了 文灵 你该不会是和朱总串通好 故意把我留在那儿的吧 文灵 你该不会是和朱总串通好 故意把我留在那儿的吧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昨天晚上公司临时有事 我加班加到后半夜 就是为了你和童童 你竟然怀疑我 是不是为了我和童童 你自己心里清楚 既然你不知道 那我就去报警了 你报什么警 你报 你报什么警 如果你报警了 一旦朱总撤资 公司就完了 所以什么才更重要 你不要胡闹 如果公司破产了 你和童童吃什么 穿什么 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你总得为童童考虑吧 独一时之气 只会害了我们 你要以大举为重 所以你的意思是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你放心 等公司运转正成 我一定不会放过朱元秀 他问梁 我也不会放过你 最好不要让我尝到 你和朱元秀勾结的证据 感谢您的事 我反正 我会觉得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